第四十二章,本作有点方,楚婉宁道,若是真正的钩尘上宫,又怎么会只能驱动死物,却不驱活人?此人法力虽然不差,但定然与使神不可同日而语。这倒是很有道理,不过默然仍然存疑,师尊是看到这只,这只死狐狸的时候,才知道那个人是冒名顶替的吗?楚婉宁摇了摇头,不是。那你怎么就看出来,楚婉宁? 你可还记得,这个钩尘出现的时候,他问了我一句什么?默然略意思索,呃,似乎是问了你武器如何?不错。楚婉宁说,我身上神武器息未曾收敛,稍加感知便能觉察。但作为万兵之主,他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,我有两把金城池的武器。而但我只有一把。我当时心中存疑,但是观求见也不便多说,只是接下来凡事都留了的心眼。 是已没有住了他的道。可是,默然道,他若不是钩尘上弓,又怎么会锻造神武? 第一,钩尘住建只是传言,从来没有人真正清楚,这个湖底为时魔会沉没着大量兵器。所以,神武未必就是钩尘所造。 第二,此人只是拿了神武库现成的武器给你们挑选,谁都不知道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他的。 而且,我方才仔细看过了薛蒙和师妹的那两把兵刃,皆是伟业。 默然闻言一惊,膝被火。 嗯,默然待了一会儿,才想到自己,那见鬼。 楚婉宁道,现鬼是真的。但他的目的,绝不只在于把武器给你。 那他是想做什么? 默然说着,闲悟地看了一眼摊在石床上的那一句诡诀胡思, 先是大费周折把我们关到密室里,又弄了这某个东西来恶心人。 吐什么?楚婉宁道,吐你? 啊,方才,你只说对了一半。 那个沟臣,他大费周折官的人不是我们,他最终想要的是你。 他吐我做什么?默然前笑两声,我不过就是个蠢货吗? 楚婉宁道,我默现过哪个蠢货,可以一年之内就接触灵修的。 默然待要再说,却似乎意识到了什么,猛然正主。 楚婉宁这是在,夸他吗? 这个认知让他心跳怦然加快,睁大了眸子,盯着楚婉宁,过了一会儿,才缓慢地眨了眨眼睛,一向晒过逞强的后脸皮,居然微微地泛了红。 楚婉宁却没在看他,而是物字沉映着。 另外,天问和献鬼,似乎与亭中那株柳树有着些许联系。 我曾在古籍中读到,当年沟臣上宫下凡时,从天庭带了三段柳枝。 但那古籍失忆的厉害,沟臣拿三段神柳做了什么? 我一直不得而知。 他顿了毒,继续道,不过若是传闻属实,眼下看来,或许天问,献鬼,亭中老树,就是那三段柳枝。 两段成了神武,一段迁于金城湖底,成了勾成武库的强大守卫。 莫然说,可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? 楚婉宁摇头道,怎么没关系,是你唤醒了陷鬼? 莫然叹息道,我就说嘛,真的是陷鬼。 我猜测他最终所求之事,与亭中柳树有关。 但以眼下所知的看来,我只能推测到这一步。 更多的,暂时想不到啊。 这些虽然大部分都是楚婉宁的猜测,但莫然觉得楚婉宁那么聪明,他那模想,总归是八九不离时的。 一边如此思索,一边在幽暗的水底密道,快步即行。 通过七拐八弯的涌道,又走一段路,终于来到了出口处。 他们趁来回巡查的娇人不备,脱身逃离。 地下暗室的洞口,设在栽种着巨柳的那个院子里。 一出来,眼前的景象就让莫然猛然吃了一惊。 只见巨柳前停着四口棺材,其中一个是空的, 另外三口棺材里,却分别躺着楚婉宁、师妹、薛蒙三人。 莫然失色道,这是怎么回事? 楚婉宁道,这是济师棺,你看那棺木边沿, 有一道藤蔓攀附着,另一头与巨柳相连。 甲沟臣需要的只有你,他对我们下药之后, 让娇人把你带去了密室,而把我们三个放在了这种棺材里。 通过济师棺,他可以将棺内之人的毕生灵修兜渡到巨柳里面。 就和吸血一样,见莫然脸色难看,楚婉宁道, 你宽心,师妹与薛蒙均未受伤。 当时我杨作昏迷,四季除了那三只看守棺果的娇人, 此时你瞧见的三个人,其实是那些妖魔的尸体。 他说来简简单单数句话,但莫然却不由掀起睫毛帘子, 偷偷看了对方一眼。 京城池内的娇人,修为有多甚? 楚婉宁所谓的四季除娇,必得在一击之内将三只都悄无声息地了结掉。 这人的身手该是有多好,太多年没有和楚婉宁旗鼓相当地好好打过一场了。 以至于莫然听到这句话,瞬间都有些恍惚, 眼前似乎闪过前世风霜朔雪中, 那个惊天动势的身影,面目微测,眸如沉心。 楚婉宁见他出神,便问道,怎么了? 莫然猛然惊醒,忙道,没石磨。 只是觉得奇怪,师尊是怎么把娇人变成这样的? 楚婉宁冷笑道,区区障眼法,那个假的沟臣上公会,我难道不会? 留下假身在这里,省着被那些泥丘发现。 所谓以彼之道,还师彼身。 莫然,此地危险,二人不便久留,稍作停歇后,就立刻离开了。 然而,当他们跑到与薛蒙二人约定的地点时, 却见那里空荡荡的,并无一人。 莫然脸色刷得就白了,师妹呢? 楚婉宁的神色一时微动,她并不答话, 而是撩起无名指,指端浮上一层金光。 上迅封前,她曾经在三个徒弟身上都别了一朵海棠花, 正是做追踪之用的。 片刻后,楚婉宁低声暗骂,收了光芒。 许事这里也发生了变故,大概是为了躲来回巡视的娇人。 那俩人已经逃出这座宅邸,去了集市方向。 走,过去看看。 这二位伸手都极好,很快就躲开了所有巡视的娇人, 飞身翻出了高耸的院墙,朝着白日里勾成上工带他们转过的集市掠取。 水下本应该无昼夜成昏, 但是金城湖却与别处不同,能感知到日升月落。 此时,长夜已破,旭日东升。 漠然摇摇看到金城池早逝一起,闹市处熙熙攘攘一片人头攒动, 不禁稍微松了口气。 看来师妹他们无恙,不然此处不会仍是如此太平景象。 楚婉宁的神情却不知魏石魔不是特别好, 但他没有说话,一言不发地把漠然拉过来。 师尊? 过来。 怎么了? 别走远。 楚婉宁声音似乎透着些自责, 尽管他沉冷如旧,薛蒙和师妹已经走丢了, 我怕我再不小心。 你也, 漠然现楚婉宁脸色有些苍白, 近似在担心自己, 先是一愣。 而后不知怎么想的, 心中竟是阴影一动, 开口安慰他, 我不会丢的, 走吧师尊, 我们快去找人。 他说着, 一边往前走, 一边反过B万, 随意就拉住了楚婉宁的手。 楚婉宁的指尖似乎在他的掌心里, 微微颤抖了一下。 不过那一下太快也太轻微了, 漠然心中挂念着师妹, 便也不曾细查, 直到是自己的错觉。 鱼血馒头, 刚刚出龙的鱼血馒头, 率燃蛇的蛇腿, 顶好的衣裳材料, 最后三尺了, 卖完就要等奴家下次退皮咯。 卖无贼袋子了, 本少爷今天早上刚吐的墨汁, 拿着袋子描一描, 是再好不过了呢? 哎, 小娘子别走啊。 急事间叫卖声不绝于耳, 奇景异象更是令人目不暇接。 漠然笑嘻嘻地拉着楚婉宁走了两步, 陡然间也忽得明白了有哪里不对劲, 脚步猛然杀主, 瞬间瞪大了双眼, 血像是在瞬间冷透。 不对劲, 这里不对劲, 他环顾一圈, 果然, 一个无头鬼坐在摊子前, 卖着书具脂粉, 一双点着鲜红豆蔻的长指甲, 拿着脚书, 把自己血淋淋的脑袋搁在膝盖上, 一边梳着头发, 一边轻柔道, 上等的古书, 客观带一把去吧。 果真如此, 果真是这样。 这个闹事里, 每个人的动作, 每个人的话语, 每个人的神态, 都和昨天勾成上工带他们来时, 一模一样。 莫然骤然往后退了两步, 撞到了楚婉宁怀里, 他立刻抬头, 哑声道, 师尊, 这是。 楚婉宁似乎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一劫, 但亲眼确认时, 他的心仍然沉到了谷底, 他捉紧了莫然。 怎么会这样? 这是什么? 海市蜃楼吗? 楚婉宁摇头, 但思量片刻, 忽然缓缓道, 莫然, 你想过没有? 金城池多一兽生灵, 他们中步伐有一些, 献过真正的勾成上工。 那么, 对于这个假扮的, 他们为何会认不出来? 莫然脸上毫无血色, 有些悚然, 的确, 如此。 楚婉宁道, 我再问你, 如果是你假扮勾成上工, 折服在金城池, 你该如何让别人说你想说的话, 做你想做的事, 唯命是从, 替你演戏。 莫然猛然见明白过来了。 神龙奇菊啊, 黑白紫落, 天下归星。 莫然比他更清楚, 这种竞术的威力。 他差点脱口而出, 但瞥见楚婉宁的目光, 又立刻打住了话头。 16岁的自己, 怎么可能轻易就能联想到三大竞术? 于是莫然道, 这个很难。 不, 楚婉宁说, 这个很简单。 他顿了毒, 而后道, 只要都是死人就好了。 不, 不, 不,